愚公愚私 都应该有公开闹大的理由 愚私 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先公开闹大 我们就掌握对这个事实的话语权 我们可以先掌握媒体的风向 不会让后面的人 不会让前面的人来控制这个事情的是非对错 那愚公 其实说真的 我们把事情闹大 我们也会让很多 一样经历这样子事情的人 那些市井小民 那些不敢站出来的市井小民 他们会愿意站出来挺身而出 我们要让这个社会知道 不要沉默 勇敢发声 不要再害怕 把事情闹大 让这个社会学者闹大 家暴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一件很可怕 又很难过的事情 那还要把它放在台面上 让这么多人 给这么多人一个机会去当 去给评论啊 或者是甚至拿来笑 Johnny Depp Amber Heard这个事件 那但是我不觉得 有任何一个人知道百分之百 发生了什么事情 毕竟我们不是当时的人嘛 那我不赞成 我也非常不见 因为我觉得这个只会 让受害者更加的受伤 你永远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你不知道人家家里面 发生的是什么 还有你在公关操作方面 你下了多少功夫 去影响媒体 那这些假消息 就是我们这个世代要面对的 所以我突然又被你说服 谭豪平 呸 等一下 我被加冒了 我被加冒了 我没有加 我公开冒 太热到我不嫌世大 如果我的名人朋友被加暴 我当然会劝他公开闹大 为什么 一个字 爽 闹大就是爽 人生在世 你不爽有什么好活的 各位 今天你把事情闹大 全台湾茶余饭货的娱乐话题 就掌握在手里 如果你不想要在婚礼聚会 亲戚聚会的时候 没有话题何聊 会很尴尬 例如说你的爸爸妈问你说 那个豪平什么时候要结婚 你知道小婷人被打了吗 马上转移话题 话题直接转移开来 让所有全台湾人 都不用再尴尬下去了 当然这是其中一个论点 我个人认为说 愚公愚私 都应该有公开闹大的理由 愚私 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先公开闹大 我们就掌握对这个事实的话语权 我们可以先掌握媒体的风向 不会让后面的人 不会让前面的人 来控制这个事情的是非对错 所以我们掌握话语权 我们不会被扭曲事实 那愚公其实说真的 我们把事情闹大 我们也会让很多 一样经历这样子事情的人 那些市井小民 那些不敢站出来的市井小民 他们会愿意站出来挺身而出 就像前日子 大家都在看那个纪录片里面 邪教教主的事情 如果没有那个信徒站出来挺身而出 公开闹大 这件事情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站出来 一起指振利利 把这件事情给点出来 沉默是让邪恶 更加滋长的帮凶 所以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我知道你们很多人 不想闹大的是什么 因为你们仁慈 你们想要人情流一线 日后好相见 但是对敌人仁慈 就是对自己残忍 对昔日的情人仁慈 就是对未来的自己残忍 请各位记住 我们要让这个社会知道 不要沉默 勇敢发声 不要再害怕 把事情闹大 让这个社会削着闹大 谢谢大家 他刚刚有另外一个论点就是 拿到话语权很重要 我觉得他讲到这个是 蛮符合现在社会的一种氛围 就是你先有话语权 你先拿在手上 先发风向球 然后很多人就会 跟这个风向球开始走 我觉得这个论点也蛮打动我的 那不知道黄豪平 如果自己发生这个事情 也会告诉大家吗 当然闹大啊 拜托 我现在很缺流量 有人抱我就偷笑了 拜托 许荣哲老师觉得 豪平表现怎么样 就是他前面那个爽这件事情啊 那个给我们很强烈的感觉 但是这个比例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 后面不爽太短 然后在不爽的时候 那个表情可以真的凝重一点点 因为他就讲不爽的时候 我觉得他还是很爽 叶天倫老师 我觉得不愧是队长啦 一开始等于是今天的第一个 这个辩论 就把这个标准定在这里了 论题很清晰 Punchline也有 有事情闹大 让这个社会学者长大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Punchline 但是也因为豪平原本的表现 在说话上啊 就是大概我觉得你现在是 拿出你的很基本的看家本领 你在做 所以我就会对你而言 我可能或是对你的队员而言 我就会更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 你独特的个人的一些想法 或是个人的独特的魅力在哪 那陶子姐刚好评论述 有收到辛坎迪吗 我跟大家说 心理学上是有一个这样的研究 就是说你的第一印象很重要 所以刚刚徐老师讲的也是对的 就是说你把那个歪理放在前面 就是什么 爽 我只是为了爽嘛 殊不知它可能会有一些伤害 回到自己的身上 那但是后面你又收得很好 所以我也在想 其实这是豪平的 因为它在里面的论述里面 我觉得你很适合担任就是 形象顾问公关公司 就是他完全知道 现代社会的生存法则是什么 意思就是 你也可以这样解读 其实他就是掌握 现代社会的一个生存策略 你没发现每个人都有一个平台吗 都有一个发布新闻或消息 或喊出求救声音的机会吗 那每一个人就算不是名人 现在我觉得都会被网爆 就是被你周围的人网爆 或是follow你的人网爆 或者是不赞同你的人网爆 所以他的生存策略就是 你抱我之前我把你抱到死 所以他比较不会得忧郁症 但是他可能比较得躁郁症 第一位队长的发言 其实定调了我们节目 就是我们希望大家从这个 深入浅出 然后能够让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话该怎么说 有趣 好玩 又能够深入问题的核心 我觉得豪平做得不错 好 谢谢 谢谢老师 大家好 我是Kimberly 我今天当然是选择 强力的建议私下解决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对我来说受害者是 他的心情是最重要的 那在这个情况里面 家暴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一件很可怕 又很难过的事情 那还要把它放在台面上 让这么多人 给这么多人一个机会去当 去给评论啊 或者是甚至拿来笑 我觉得只是会 加更重的二度伤害 那我相信很多人有看到 Johnny Depp Amber Heard 这个事件 那 但是我不觉得 有任何一个人知道 百分之百发生了什么事情 毕竟我们不是当时的人嘛 那平常 你有可能下班啊 然后回家 然后打开YouTube 你就会看到那个精神的影片 这个是娱乐 这个不是Facts 这个是给你们去留言啊 然后像刚刚说的 茶余饭后 那我不赞成 我也非常不建议 因为我觉得这个只会 让受害者更加的受伤 好 谢谢Kimberly 其实在现在这个社群时代当中 这个题目 我觉得要选Kimberly这个立场的话 其实相对来说 是比较难去阐述 但是我们还是来 听听评审的意见 我们先请徐荣哲老师 他有一个东西是不错的就是 他的表情 其实就是真的是在怎样 不是 受害者 他的表情就是确实就在 对那个受害者有一种 非常发自内心的同情 不是对不对 而是他吸引了我们相信 他讲的话为真 现在是他的脚底之间 很快通过一刀 突然有榴弹飞过去 来 涛子姐 我觉得他提出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案例 就是强尼代普 他跟他老婆的这个事件 因为这个事件 其实后来被很多新闻界 或是传媒界在讨论 就是说在英国判的时候 强尼代普 你是家暴 所以他就因此 他的事业被毁 换了好多角色 那甚至迪士尼也不挺他 那结果后来他到美国的时候 他发现他们陆续拿出来的证据 其实并不是像那个女生说的这样 所以我觉得他提的这个论点 非常好 就是说 你不知道人家家里面 发生的是什么 还有你在公关操作方面 你下了多少功夫 去影响媒体 那这些假消息 就是我们这个世代要面对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 他也是很聪明的一个策略说 我们先私底下把真相搞清楚 然后再来是保护这个受害者的情绪 因为我们没办法想象 一个被家暴的人 事实上他要面对有多少事情 每天那个情绪有多么的复杂紛乱 我突然又被你说服 黄豪平 呸 等一下 我被家暴了 我被家暴了 我没有家 我公开暴 我把这里当作我的家 你当家暴了 对 辛苦了 他感觉就是要一直去 做那些效果很累啦 等到你没有效果那就 酷喔 嗨 大家好 我是武动 谢神乃哥 我是许乃琳 我是台湾上司 奥巴上 邓美红 我是蔡康永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A4 我们是号角相机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米亚伦 祝福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今天要祝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恭喜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 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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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 祝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 祝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了 好快喔 生日快乐 锁定我们娱乐新闻APP 更多的现歌 就在这里